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紅色M262 現在我們準備開箱了 在開箱之前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M262 少許歷史 這部機是一部CMOS的機器 用Range Finder對焦 不會用M鏡子、拍攝影片 不會用Live View對焦 這些都是這部機的特色 你可以當作一個最簡單的Range Finder 就可以了 我們現在開始開箱了 這部是剛開箱的紅色M262 這部是剛開箱的紅色M262 這部機其實在2015年出了一部黑色的 有什麼分別? 紅色全球限量只有100部 其實在2017年年初出了一支紅頭的 是紅色的APOM50鏡頭 如果配合一套就絕配了 去朋友聚會、起興日子 一定不會令你實例 那這部機的特色是甚麼呢? 它是沒有拍攝影片 沒有Live View 只可以Range Finder 這部就是它的特色 現在兩部名牌放在這裡 一部黑色、一部紅色 大家看不看到它的分別呢? 基本上是機頂和機底 轉了顏色 Logo其實是一樣的 其他一樣的 都是機頂和機底 轉了紅色 這部是紅色 Logo保持黑色 鍵保持黑色 其他都是一樣的 起身一樣 看看機頂 A頂的按鈕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 字的顏色一樣 都是那句 A頂用了不同的顏色 A底 這個鍵保持黑色 其他都是一樣的 都是銀色 貼紙都是一樣的 同樣有原裝的貼紙 還有一個小秘密 紅色這部 其實是比黑色的 輕了一點 一點 原來巧妙的地方 就是這個 其實它是用了240個底 這個 真的 輕一點 小秘密 就是在這裡 這個 其實是240的銅底 這個 真的是一個 內合金的底 輕了 的 下次 我們還有其他新的 拉卡產品 或者其他攝影的產品 會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 一有新東西 就會通知到你了 在下面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